哈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早 我是林志龙 今天是8月28早上10点半 那我们可以看到大盘在这两天非常的热闹 主要是受到国际股市大涨的影响 那台股啊在昨天上涨站上了季线 在今天又在上涨 公过了8月23号长黑care高点10939 那接下来大盘应该怎么看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图啊 志龙哥用了很久 那志龙哥要跟大家报告一下的是 志龙哥不是死空头或者是死多头 志龙哥只是随着目前盘式上的变化 来去调整自己手中的持股的水位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8月初这一天呢 志龙哥认为这边是一个盘整 那不确定因素下我们有多空操作 用空单来保护你的多单 那在这阵子啊 我们除了做多美率之外 也有去放空成德或者是华星科 那接下来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 那在8月13号长黑care这一天呢 跌破了10900跟11100这个盘整平台 再加上季线月线都是呈现下弯的情形 那我们在这天进场去做放空 除了期指跟选择权之外 我们也有做个股的放空 那在选择权当天甚至获利来到一两倍 再接下来我们在这边看到了量缩 我们认为会有机会做个反弹 那我们这边持股也是有做个短线的短打强短 包括被动元件的华星科 还有6121的新浦 但是量缩下跌是一个好事 但是在上涨的时候却没有出量 这就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了 尤其是8月13号这天长黑care成交量有来到1600亿 这么大的套牢卖压 你却只有1000亿的成交量 这个很难攻过去 所以我们认为这边有可能会回撤打第二只脚 但是在美股上涨的情形下 台股这边情况已经有点改观了 那在昨天上涨站上了季线 那电子股成交比重也回到了平常的水准 占大盘的成交量来到678 那志龙哥认为这边 如果没有再出现中长黑的话 那盘式就会比较乐观 这边 如果没有再出现中长黑的话 盘式会比较乐观 那也就是说你的选股 就会比较好选 你会比较找到一个方向可以来做 那这档被动元件华星 我想在昨天 每一位老师的分析文都会提到被动元件 他们都会说自己在低档做了多漂亮多漂亮 但是这种歌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说 站上了8月10号的高点 再来去进场 8月10号的高点 不好意思 这一天 8月10号的高点 296 华星哥是296 为什么 因为安全 朋友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你不可能买到最低点 也不可能买在最高点 我们只能买在相对低点 跟相对高点 因为这样你抱起来才会比较安全 那其实 过了8月10 8月10号的高点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讯号 送分体 你过高 你就是进场去做抢短 那 我们昨天的抢短 跟8月16号的抢短 就又不一样了 为什么 因为当天的抢短 是打完就收工 那为什么 明明在8月14号这天去做买进 一样的道理 我们要等到一个讯号出来 再去做买进 如果你在这天买 万一又下去 你怎么办 所以我们在 做操作的时候 都是做相对高点进场 相对低点出场 那这样你的操作才会比较安全 这档是被动元件滑行哥 那我们再看到 这档是美律 这种哥在那个 7月底8月初那边 多空震荡的时候 这种哥在做了这档美律 在7月27号这天进场的 那你有看到吗 其实这天也不是相对低点 这种哥也是等他站上了境线 才去做买进 那我们在这边 7月30 放空了华星科 我们空在409 同志朋友 当大家被动元件在赔钱的时候 我们可是赚钱 当大家受伤很惨重的时候 我们却那种喜悦却说不出来 为什么 人在了解 你放空贪钱 你怎么说的出口 对不对 所以 那时候我们赚钱 但是却很低调的在赚钱 那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到 这天 也不是最高点 也是相对低点 我们是在相对低点去进场去做放空 那还有另外一档 陈德 也是在7月30空的 那我们也不是在空到最高点 也是他杀下来 我们还经常去做空 结果你看杀了这一段 那再来啊 这种哥 刚刚 投资朋友 你回想一下 这种哥刚刚有说 量数的时候 我们有进场去做抢反弹 除了华星科之外 我们还有抢了这档 新浦 在8月14号这天 也是过高点去买的 那你可以看到 后面也是走了一波 一直到今天 还是在上涨 那这档啊 这种哥有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过 当大家还在谈被动元件跟谢金元的时候 我们在8月20号这天 已经转战了纺织族群 那我们买进了两档个股 一档是利利 一档是名望史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种哥是在8月20号这天 站上了季线去做买进的 那你可以看到 在这边第一档 外资是持续做买进 一直到昨天还是呈现买超的情形 另外一档是名望史 那这种哥也是在这边过高去做买进的 后面也是连喷了三根 再来我们8月21 跟大家提到了高际 这边 站上了压力区 我们有在FB跟LINE8的发文 提醒投资朋友这档可以注意 结果你看隔天也是连喷了三根 那在这一档先锋 我们在8月21除了提到高际之外 还有提到另外一档PCB 就是先锋 那在先锋这边啊 他这边有一个压力区 那这个压力区如果有机会站上的话 32.35 我们会在进场去做加码 再来我们在8月27有另外布局的两档 那一档是利企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低档的时候 外资是持续去做买进 那再来是他主要是地上坡 离岸峰店的投标厂商 那转型成控股公司 他的子公司包括利利啊利鹏 那这些都是有呈现获利的状态 最主要是他董金持股很低 那这个会不会造成市场 市场派去做抢进 我们可以期待这个行情 那另外一档就是月峰 我们是在昨天然后过了这高点40.75 也是过高买的 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强调过高再去买 因为过高就表示那个趋势行程 你进去买你才有机会赚到钱 如果他还盘在那边甚至是下跌的情形 你这样要怎么赚到钱 盘在那边你要盘多久他才会上来 你不如等盘在这边一根突破的时候 你那根去做强劲 追买一追买刚发动的强势股 再来这种哥要跟大家提提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族群 其实也不能说族群 他是算是大陆股市 那其实大陆股市啊 目前在台湾有很多个ETF 在证交所上上架可以去做买卖 那这种哥在上礼拜这边 那么这边利空在这边反复彻底 包括P2P爆雷啊中美贸易战争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证在这边 确实呈现一个打底的情形 所以这种哥在上礼拜五 上礼拜四去进场做了上证 那上证主要是我这种哥是用ETF去做买进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8月23号这天买进 还有8月24号这天 8月24号 不好意思 8月24号 那甚至这种哥还用了两倍型的ETF的全震去放大杠杆 那投资朋友这种哥之前有跟大家讲说 ETF啊 那入股的话 你还用股期来做 为什么 因为现股它只交易到1.15而已 不好意思 1.半 但是股期可以交易到4.15 那我们也知道入股是3点 就是3点才收盘 那我们台股1.半收盘 你如果用现股去买的话 万一出事 你不容易跑掉 但是股期就没有这困扰 还可以交易到4.15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哥在那边去做买进的话 昨天 入股是上涨了1.8%多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哥买进的这档全震 涨幅高达34.38% 这种哥目前是还抱着 投资朋友 这种哥想要跟你说的是 只要你拎好你的方向 弄清楚那个场子的游戏规矩 比如说你去casino 你要知道21点怎么玩 你要知道 脚子老虎技怎么玩 你才能去做进场吧 你弄清楚那个 那个场子的游戏规则 你拎好你自己的方向 那什么交易工具 你都可以赚到钱 就像这种哥刚刚说的 出台股之外 这种哥也可以做到入股 那我们在这边就是 先判定好大盘的方向 你力好策略 包括你的短线单 跟波段单 那你力好你的策略之后 弄清楚游戏场子的规矩 你就可以进场 那在个股方面 你可以把每档个股 视为独立的大盘 你判断大盘目前这边的方向 可能会比较偏多头 那你持股就可以比较偏多 那你多空 都有机会赚到钱 这是这种哥 一直要跟大家强调的 你多空 都有机会赚到钱 只要你力定好 你的策略跟方向 那更多的讯息 请锁定这种哥 Light跟FB 谢谢大家 谢谢